好,大家好我是Frank 那...好,在開始之前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欸好像 我拉沒問 欸好像 欸有欸 好像喔欸 有那個FU喔 跟我很像嗎 潮米馬嗎 先問他一個問題 就是你上一次跟陌生人交談是什麼時候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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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不算啊 今天這個場合去掉 扣除不算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欸你是太不要臉了 你不算 嘿 嘿 欸上一次 上一次跟陌生人交談 剛剛 昨天 昨天 我們都喜歡跟陌生人講話 都喜歡跟陌生人交談是不是 最少講話 不是說不能隨意跟陌生人交談 那是你媽 那時候我是覺得說 欸 在大概是 今年年初的時候 他就覺得說我們好像很久沒有認識新朋友 然後我想說 對 就是要參加一點 很空窗的意思嗎 就要參加一點 就要參加一點 我覺得就要參加一點不一樣的活動 讓我想要去認識一點心配喔 所以那時候我才去參加了才大焦點 然後才會有剛剛我自我介紹的那樣一點串 接下來想要辦焦點這樣 好 那我參加了焦點之後呢 我覺得他讓我重新定義了很多事情 好 第一件是我想要這樣 我覺得他這種重新定義的演講 以前我一直覺得說就是 演講就是 請一個很大咖的人物 來 在台前 然後就是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這樣子的演講 這樣 我覺得 就是 他讓我重新定義的演講 像我覺得 台大之前 辦演講的時候 我們在看演講之前 我們都會先去看 就是今天這個演講大不大咖 假設今天這個演講 請了 比如說周永銘學長 回來 這個一定爆滿 假設請了一個像Janet 這樣子 很有趣的人 超級爆滿 像宇智之前 就是拍一個影片 請Janet的老闆學校 那才就是第一人完全爆滿 但是走不考驚不長 不可能每一場演講 都是這樣子的大咖 所以說 有一些可能請了講者 比較不知名的時候 那 我後來發現 就是那個 主辦的單位都會用一些 很奇特的方式 讓那個演講 不會文可羅雀 這樣 比如說 最常用的方式就是 比如說那個主辦老師 就會帶著他們一整班的同學 一起去演講 這個演講 就爆真 爆真了三四十個人 第二種 我覺得 最吊詭的模式就是 之前 有一年我看過 百大一模式 他 比如說 十月十一月 十二月一月 各有一場演講 他就把這四場演講 組成一個set 然後告訴你說 如果你這四場演講 都來參加 並且簽到的話 結束的時候 就可以抽獎 抽了一個 三千塊獎學金 那時候呢 我就是因為受到這個 三千塊影響 不是因為受到這個 獎者的影響 這個 這四場演講 我都很認真 重賞之下 必有负 而且後來 後來我真的發現 海大城真的 不愛聽演講 所以後來 最後能參加衝獎的 就真的沒幾個人 大概二十個 三十個 然後抽出三個人 我覺得機率蠻高的 後來我真的成為那個新女兒 抽到三千塊 Woo 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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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我就是想這一次 連室友都講了 代表我那時候沒有優惠到視野 從來沒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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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自己放在自己 那哪一梗呢 沒有 後來我就是想這一次 我覺得 之前跳鬼的事 有點本目倒置 大家不覺得嗎 對啊 你還是有三千塊啊 哈哈 跳鬼的事 我們竟然都不知道 對啊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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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後悔啊 我覺得應該講這個 我應該把這個 好 你應該刪掉三個同影片的 好 反正後來我覺得 最近很跳鬼的事啊 我就覺得說 怎麼會是用講學金來 吸引大家來聽演講 應該是要由 演講的內容來吸引大家 就讓我重新定義了 那 我覺得說演講不一定要像那樣子的模式啊 可以像焦點這樣子 其實是大家 欸 交流的模式 那 如果把這個演講 我認為帶到課堂上去 就會變成 最近 可能 大家都有聽過的這個翻轉教室 我知道台大有 然後 台式大也有 但是海大沒有 那我在想說 如果海大有老師願意 再創這個翻轉教室的話 我也覺得 我也很樂意用我焦點基頁 來幫助這個老師去創這個 翻轉教室就是一個 顛倒老師講課的概念啊 就是可能會先錄一個影片 讓你們去讀 然後 讀完了之後呢 在課堂上 大家是用討論的方式來教學 我就這樣子 反而比 這反而比原本的那樣子教學模式還可以第一 好 那 再來 我覺得 這個 這個是我在焦點認識的一個好標 他現在也是海大研究所的人 他叫 他是Qsearch的創辦人 對 我覺得他很酷 他就是在大學的時候 他念的是跟生物相關的科系 但是他現在研究所念的是海大的應用經濟所 好 那他們的Qsearch的這個團隊呢 其實是在做Social Media 什麼下廣告會比較精準的這樣子的一個模式 對 那他本人在這個團隊裡面負責就是行銷 那我那時候就很好奇啊 我自己在聊天的時候 我問他說 你大學學的是跟生物有關的東西 然後你現在又學的是經濟 但為什麼 你出來創業團隊 是在做這樣子的模式 你需要懂程式碼 你又要懂行銷 所以我聽完他這樣講之後 我覺得 又讓我重新訂閱了這個 什麼大學教育 我覺得大學教育應該是 讓你學習就是怎麼樣 讓你培養自己怎麼樣 自我學習的能力 對 那我覺得很酷 他那些後來的程式碼扣的 還有他的行銷的那些東西 其實都是他後來自己去學的 所以我之前在看那個 TED的影片的時候 有一個在講 那個教育的 然後他說 在裡面他說 那個 安因斯坦講過一句話 他說 It's not very important for a person to learn fact for that he does not really need a college he can learn that from what 就是說 其實大學呢 是在培養你思考 培養你自我學習的能力 並不是要讓你學 書的他的東西 那些東西你自己 就可以在自己上面 自己的書下面學習 對吧 好後來 我覺得他也很有趣 我也在焦點的活動中認識了他 他這個 他叫 石林 對那 在我認識他之前呢 我看過好幾次他的影片 他在焦點的時候分享的內容是 回馬槍事簡報吧 然後他呢 也有站上焦點舞台 他是 一位清大的瘋狂助教 他也是一個研究生 那 那時候 我看完他影片之後 我覺得也是讓我重新地 這個助教教學 因為我現在研究生 我也要兼TA 他也讓我重新提點助教教學 他 就是 告訴你說 怎麼樣去吸引台下的學生的注意力 對那 等等的趣事分享啊 還有等等 那個 實力的培養 好那我那時候 在兼電子學生的時候呢 我就模仿了他一段 的東西 好然後想辦法來吸引台下學生的注意力 好模仿什麼呢 就是 這個東西 好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這個電路 大家看不懂沒有關係啦 大家只要注意看來 這個D1 好這是一個二極體的圖示 因為那時候在上電子學 然後那時候 我就是要 大概講這些東西 那 那時候在第一堂課的時候 我就在黑板上畫了一個大大的 這樣子的東西 好 然後畫完之後呢 我剩下東西都還沒醒 然後我就問大家說 欸 大家不曉得有沒有 就是看過TED啊 或者是 焦點之類的影片 然後大家 有些人可能 有些比較活躍的人 就會回答我說有啦 那我都沒關係 好各位就不知道 大概在去年的今天 我們的文哲哥 有站上TED的舞台 好這是我一個哏啦 因為我們的指導教授叫張文哲 但是其實呢 我要講的不是張文哲 我要講的是柯文哲 柯文哲在一年前 今天有站上TED的舞台 他分享的是說 對 生與死的智慧 好他在那裡面呢 他就講一句話 讓我覺得就是 很感動 他說 如果你問我什麼叫做死亡 那我會訪問你 怎樣才叫活著 好那聽到這個問題之後 我就在想說 欸那我自己也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人生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 好 欸各位覺得人生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 欸人生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當台下默默無聲的時候 我就要自圓其說 好 人生最重要 我自己給大家來 人生 人生最重要的目的是 我覺得是快樂 對那在快樂的背後呢 有一個邪惡的理論 叫做 馬斯洛需求理論 欸各位以為我在畫惡極體嗎 不是 我要講的是馬斯洛需求理論 好 這個理論呢 為什麼說他邪惡 是因為大家平常都在用 只是大家自己都不知道而已 好那我幫大家回顧一下 其實這是一個金字塔 它並不是惡極體 那 金字塔的底端呢 叫做生理需求 好生理需求是什麼 這是我剛剛進來的時候 你剛剛進來的時候 還要進來的時候 沒有沒有沒有 沒錯生理需求 好你需要空氣 你需要養氣 你需要吃東西等等 這是生理需求 好再來 在上面呢 這個呢 安全需求 你需要一個安全的家 溫暖的家 供你居住 好這就是你的安全需求 好再上來 社交需求 你需要親情 你需要友情 你需要愛情 等等的社交需求 好再來 尊榮需求 欸每個人都有自尊心嘛 對 好你還有自己的榮譽感 好這個金字塔呢 一定要 慢慢的從下 往上滿足 越往上滿足 金字塔越頂端了 你會越快樂 好舉例來說 如果你今天呢 買一個晨山頂 喝一喝葡萄金 被那個珍珠給噎到了 這時候養氣罪來說 就非常的重要 沒錯 好那 社交需求 欸如果你沒有女朋友 雖然很可憐 就跟我一樣 但是呢你也不會死掉 沒有關係 好那每個人都有自身心嘛 哈哈 每個人都有自身心 除了狗才沒有嘛 沒錯 好那這個金字塔 最頂端呢 沒有 就是叫做自我實現 好 什麼是自我實現呢 舉例來說 假設今天 欸 這時候我跟大家同學說 假設今天你們搭辦一個素雲 好 素雲快到了 好那你在素雲出了一個非常棒的表演 台下的觀眾 還有你的partner們 對你讚譽有加 好 這時候呢 欸 就是完成一個自我實現的過程 好 如果把這個呢 縮小到我們的電子學課程來看的話 如果你今天是被當過的學生 想要今天重修 好 你告訴你自己說 我今天覺得要歐趴 欸這也算是你一個自我實現的過程 好如果你今天本來就不是 成績很低 有些成績不錯的人 好 那你告訴自己說 我今天這堂課一定要 嗨趴 好當然 不是講到這裡大家就害怕 我講的是害趴 對 沒錯 好 哈哈哈哈 好 對 如果這個 你告訴自己說你要害趴 最後真的達到 這也算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過程 那對於我 對於老師來說呢 其實如果 我們在講課的過程中 欸 讓你們吸收到了很多 關於電子學方面的知識 對於我 對於老師來說 這也算是我們自己一個自我實現的過程 那你大家說 對嗎 對 對 那時候第一堂課的時候 我就大概用這樣子的模式 去介紹這些東西的 對 好 那最後呢 我想要講的是說 嗯 呃 教典的活動 就是 剛剛我講那麼多 就是認識了很多人 然後讓我重新的定義 就是 也蠻多的事情這樣 那 其實教典辦到今天 第六場也算是我自己一個 有點中繼點 因為那時候簽約是簽一年 那今天辦到我剛好是 中間的這一場 對 那 以往來說 教典的人數大概都是在 20個人上下 對阿 人數跟台北比當然是相差分距離 其實有一陣子 也就蠻氣餒的 然後我想說 原本是想要 走的像台北焦點那樣子的模式 那後來來參與的人 有一個人跟我講說 其實他覺得來基隆焦點的人 非常的 純樸 非常的單純 他很喜歡這裡的氣氛 因為他說 台北焦點 是都比較商業化 大家去 互相認識彼此其實都是有無敵性的 都是希望你能幫助我什麼 然後我能幫到你什麼 這樣子 所以他覺得基隆焦點 並沒有這樣子那麼商業化的氣氛 他覺得他很喜歡這裡 對 那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 我是不是也應該重新定義一下 就是我們基隆焦點 應該要辦是怎麼樣的模式 但是我也一直在想一些問題 好 那我覺得在這裡 辦不起來一個商業模式的聚會 沒有關係 我覺得像我們這樣子一個很溫馨的聚會 一定是辦得起來 我覺得這絕對沒有問題的 對吧 那來這裡呢 不用去care說 你的名片的title是什麼 你在做過什麼 沒有關係 你所有丟出來的東西 底下的人一定都會敢去去 有玩帆船的 有出國 讀書的 有可能有寫app的 可能你是做文創的 你只要你把你東西丟出來 我覺得台下的人 都很樂意的這邊聊天 對吧 那 藉由這樣子 就 我就覺得說 這是真的讓我 重新定義的幾種焦點 那 我覺得海洋大學也是 我覺得 這時候我就在想 欸 怎麼樣去重新定義海洋大學 怎麼樣去 定義你們自己的大學生活 怎麼樣去自己 重新定義我自己的 研究所的人生 怎麼樣 怎麼樣重新定義我人生 恐恐未來的路 等等 OK 好 那這就是我的十分鐘 謝謝大家